好 另外来看到桃园市芦竹区新南路一段 这边有一处加油站 五年前发生漏油污染 遭到民众抗议停业荒废至今 由于这个加油站位在京华地段 紧邻芦竹区公所 而市议员张贵锦就向市府建议了 拆除废弃加油站改建停车场 一来是活化土地 二来也能解决南侃地区的停车问题 用铁皮围里隔开 外头还放上水泥挡土墙 墙的另一头过去是加油站 五年前这里因为发生路由意外 遭到居民抗议停业 而这一放就荒废至今 飞机加油站成了三不管地带 不单车乱停 周边也到处都是垃圾 但其实加油站位在新南路一段上 是南侃地区的中心点 距离炉州区公所也只有200公尺左右距离 市议员张贵明建议可以活化利用 是因为这里是我们南侃的精华区 那这边呢 这个停车位也是严重不足 所以导致外面虽然他用这个波块围起来 但是后那个外面都车子都乱停一排 事实上加油站的土地及地上物都属于高工局 目前因为污染成为环保局立管场址 污染解除后才能恢复使用 经过协调目前高工局已经同意 将土地交游市府带馆 透过都市计划变更为停车场用地 那他们愿意自行来招标 作为拆除地面的一个建物 跟地下的一个清除工作 那等这个工作呢 预计是在明年1月底会来上网 招标发包 加油站预计在2月拆除 交通局3月发包动工 阵地约788平的加油站 未来预计可以规划90个汽车停车阁 一举解决土地闲置及南侃市区的停车问题